玉里镇台九线拓宽之后 路数争议不断 就连路灯的话题也出现了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 先元中树镇还有地方里长等人 接获不少民众反应 拓宽之后台九线上路灯昏暗 原因是因为路灯设置在树管之上 树叶阻碍了光线 导致用路人视线不清楚 代表会的代表吴新闻 他要求相关单位要赶快改善 台九线上车流量大 有民众反应 到了晚上 虽然有路灯 但是视线不清楚 因为树叶阻碍灯光 地方民意代表 以及县议员前往关心 才发现路灯设置在树管之上 树叶阻碍了光线 导致用路人视线不清楚 代表会吴新闻 要求相关单位能够尽快改善 路灯透过树管照射下来的路灯 道路上就变成非常灰暗不明 所以这整条新色的路 虽然路灯设得很高 是因为树管的关系 道路的阴暗程度是不同的 也非常严重影响夜间的驾驶人的行车的安全 大宇里长则是表示 现在路数需要先修剪 不要等到树枝枯萎断掉影响到新的安全 能够说找施工厂商精算把一些枯树移除掉 或者说把一些枯尾的先锯掉 然后让大家行车所有能够更安全 中树镇以及新闻翻番表示 请相关单位评估是否有要移植树木的计划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审慎评估 并且尽快来改善 旗角高雄双域阵采访报道